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最近手機大戰 我們先來看到 除了是最近有蘋果 他們推出了新的手機之外 還有是華為 那麼現在在華為 他們也到校園來 希望可以徵才 現場就祭出說 抽獎送新的5G手機 這個會場大概只能容納500人 結果湧入了大概2000人 你甚至還得提前一個小時 最後要去卡位了 你看到就是畫面上 他們正在進行抽獎的活動 結果真的有一個學生 好幸運 他就抽到了新的5G手機 結果他在上台的時候 你看到他當然是先拍照 然後接著就希望他可以講一下話 結果他是真的很激動 你先聽一下他怎麼學 好 他剛剛其實有講到說 就是他非常激動 也不知道該講些什麼話 所以他就最後擠出了說 瑤瑤領先四個字 其實因為我們看到這個 抽新手機 佛山的所有的止尿護空公司 他們也要搶住這個商標 他們國際分類是醫藥 當前的商標狀態是申請中 他其實同時也申請了 另外一個710 Pro的商標 其實在華為的創辦人 任正非也被形容說 他是要用這個新機 希望可以捲土重來 他們也上調了這支手機 下半年的出貨 預估說會有20%到約600萬支 還說2024年華為對於高階手機 零組件的採購量 會提升到3000到4000萬支 任正非其實也大家可以認識他 就是他至今都沒有 比較明顯的反美色彩 他也曾經就認為說 如果想要成為最先進的話 那麼就要向先進的人來學習 強調說現在確實是屬於 公司比較困難的時期 但是他們還是會持續的前進 我先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這個意思是早上的同學 我們從來都是家裡政策 就是一般來自行的芯片 一般來自行的芯片 今晚我自己芯片的成分 也多得多 我更加還是來自行的芯片 我不能做一個 不利自己世界的 我們也能做 每個芯片 每個芯片 好 他這番話也其實在暗示說 不怕美國的制裁 因為對他們來講 芯片自己做就好了 好 華為確實我們看到 最近看起來也真的是 尤其在大陸市場 似乎也佔有一席之地 因為尤其我們看到 對比現在蘋果 他們就是在前兩天的時候 不是就開啟了預售嗎 結果在一些京東等等的平台 說是iPhone15的標準版貨源 好像還很充足 官網購買也顯示說 9月22號第一波 還能夠照常的出貨 所以就有些商家就說 每年其實第一波的iPhone新品 它是熱潮最大的時候 也是溢價最高的時候 但是這兩年行情 已經大不如前 在收貨的時候 他們當然也會更謹慎 尤其是標準版不會碰 發售及破發 幾乎是大概率的事件 還說還不如我們就去收華為 現在華為才是所謂的硬通貨 那麼爆炸單也顯示說 目前華為的新手機 溢價是700元 那麼其他系列 也都是有溢價的 甚至在京東的二手回收比 也是原價高了600元的人民幣 所以有些人就認為說 它會不會變成是一個理財商品了 可是我們看到 這會不會也跟說iPhone 有一些宣傳的手法有關係 所以引起中國大陸的一些人民的憤怒 最新是他們有一張照片 就是蘋果Apple Watch的model 結果是用一個綁辮子的男人 臉上還長了瘤 就被批評說 這是在歧視中國人嗎 好 現在大陸 這個要有一些自己的產業 所以對於iPhone 他們是不是也實施了一些策略 因為就在蘋果推出 iPhone的心機的時候 中國大陸外交部就否認說 他們有禁用蘋果手機 但是是因為這個產品 可能存在安全的問題 美國之音就引述了專家的分析 說認為北京是故意釋放 這樣含混不清的訊號 而且時機點 是有經過巧妙的計算的 主要就是要向美方警告說 我們手中是有牌可以打的 大陸現在還有一個神秘的手機廠 巧巧的大家可能 對它還不是那麼熟悉 可是它已經擠升全球前五大了 就是傳音 它在非洲的試占率是稱王的 所以這個當然對美國的 晶片盡力來說 也很考驗它的產品升級 這是一個試料的機構 集邦科技他們所公佈的 一個統計資料 你看到他說傳音的 這一支手機品牌 已經是到了全球第五大了 只有落後給誰 第一個是三星 再來是蘋果 第三是小米 第四就是OPPO手機了 當然因為這支手機 它在華人世界 目前是可能大家對它 還不太認識 沒有什麼存在感 可是在一些新興國家的市場 他們卻是坐擁 所謂的半壁江山 包含像是南亞 東南亞 中東和拉美等 超過70個國家和地區 所以說其實有一支手機 他們已經默默的擠身了 全球的市場 先起叫介大使 怎麼看說任正非 他現在已經是臥心長膽了嗎 對 他是臥心長膽的心 而且他一向是鬥智不鬥力 他不太容易發怒 即使他女兒 當年被因為美國的關係 在加拿大被軟禁三年 他都說這個對任正非 對他女兒來講 是一個成長 而且要認識環境殘酷 最好的一個機會 所以他看事情的角度 一向都跟我們一般凡人 好像不太一樣 所以他講的 我覺得他講他不凡美 我覺得他基本上這一點就是說 你情緒上凡美是沒有用的 可是他也講出來 他正跟美國在做一場戰爭 這場戰爭事實上也滿殘酷的 他曾經他的手機失言 從一年兩億三千萬支被打成成下三千萬支 然後一年損失兩億支手機 那個真的是比戰爭還殘酷 一個公司一年之內 他的銷售量掉了兩億 他能夠生存下來 這表示他還是有他的很雄厚的實力 然後他花了1566天 他重新回到高端手機的市場 這個環境是他沒有辦法得到任何國家 給予他 提供他高端晶片 他過去高端晶片是向外採購 說實話其實都是跟我們台積電採購 可是美國不准台積電賣晶片給華為 華為手機就掉了兩億支 可是他現在就起來了 他最主要在晶片上的突破 今年我看了他這個手機的Mate 60 Pro 一推出來以後 這個銷售的預估一直往上走 我今天又看到了三千到四千萬支 對 你要知道我們算過 他如果賣到一千萬 他賣到六百萬支的時候 他基本上他的一年的收益 大概就是一千億人民幣 如果他賣到一千五百萬支的時候 他的收益就是 他的一千萬支 他的收益就將近一千五百億人民幣 這非常大的收益 所以現在我看了這個 這個就明年一減 今年年底是六百萬支 今年下半年 再加上明年三千到四千萬支 這個對於華為手機的收益 那真是非常非常 這個公司的收益來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過去曾經 他一年的存利率 都是上千億人民幣的 在疫情 還有就是受到美國打壓以後 他都差不多 能夠差不多300億人民幣 就已經很不錯了 我想這一支Mate 60 會讓華為的整個的公司的收益 會大幅恢復 恢復以後的話 這個公司的競爭力更強 而且他過去在奮鬥 在困境奮鬥掙扎的時代的時候 你可以看出來他都突圍能力非常強 他除了去坐電動車 問界M7追蹤這輛車 他遙遙領先 遙遙領先就是他們華為的CEO對外講的 因為他們在智能駕駛跟智能座艙上面 事實上展現非常優異的領先 另外華為在過去困境的時候 他還跟著有一個公司合作 很有名的公司 他跟這個茅台酒廠合作 他要幫茅台整個公司的數位化 以用最尖端的這種 所謂的這種科技 人工智能 來怎麼樣提升這個公司的效率 所以華為我想展現的一個精神就是 一個 遇到逆境的時候 他能夠冷靜沉著 然後靠自己的努力突圍 突圍以後就跟浴火重生一樣 所以華為人家說 是一個公司戰勝了一個國家 所以這個當然華為在逆境之中 來 利將軍怎麼看說 華為會不會真的是成了拜登的心頭 我先給各位觀眾看一下 看可不可以照清楚一點 下面那條線是華為的銷售量 上面那條線 藍色的線是蘋果的銷售量 我們從這幾年裡面 雙方的銷售我們可以做一個 來做一個比較 來做一個說明 好 現在我大概很快 因為螢幕不是很清楚 第一個我們知道 剛開始蘋果的銷售量 在2015年以前是遠超過於華為 而且數量是很多的 可是華為你看它那種爬升 速度非常快 甚至於在2018年的時候 它跟這個蘋果就已經是 黃金交叉了 它的銷售數目已經超過蘋果 蘋果是直線下降 對不對 已經被死亡交叉了 可是在2019年的時候 因為美國打壓華為 所以造成華為很快的又掉下來了 美國的蘋果又上升了 所以但是到現在為止 今年來講的話 明年會怎麼樣我們有在觀察 銷售量有在觀察 但是我覺得華為跟蘋果 這一次的交戰 其實背後代表的是 中美兩國的科技的一個戰爭 一個狀況 為了這個事情大家都很好奇 說華為怎麼做得出來 因為它從上游到下游 全部被管制 全部被掐脖子 從這個晶片的設計 我們知道就是我要做這個手機 不管我要做它的這種地圖 搜尋或是有種功能 都一定要有一個設計的一個晶片 從設計要有一個軟體叫EDA EDA它又被掐脖子管制 高通是做這個東西的 高通就不准賣東西給它 所以它必須要自己設計這個晶片 設計晶片現在證明說華為 它自己可以有這個軟體 發明出來了 它自己做出來EDA 可以設計這個晶片 設計完這個晶片以後 然後你要交給生產的公司 像它後續高通就交給 台積電營來生產 它現在交給誰 交給中芯 好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中芯有沒有能力 做出這個晶片出來 目前經過他們拆解 發現這裡面的晶片是7奈米 大概這目前大家都知道 大家很好奇說 中芯有沒有能力做出7奈米 因為我們都知道7奈米 可能要EDU的這種 生子光機才能夠做得出來 埃斯摩爾的 現在大陸大陸只有DUV DUV可不可以做到7奈米 其實大家都很好奇 我特別為這個事情我也很好奇 我去請教埃斯摩爾 他裡面的工程師 還有台積電工程師 我說他有沒有可能做出來 他說有可能 是可以做得出來 但是有兩個關鍵 第一個要消耗 就是他照這個晶片 他耗材要用很多 而且要照很多事 也就是他成本很貴 甚至於他良率 原來只有15 其實現在提高到50% 所以他的成本非常的高 我們合理懷疑 這次華為可以做出這種晶片 中興可以做出這種晶片 一定是舉全國之力 來協助他來幫助他 包括到各個企業 包括到中央政府 給他很多的這種補助補貼他 讓他能夠做出這種晶片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到最後 就代表的是中美的科技戰 美國對中國的科技打壓 已經就是說 現在可能就是沒辦法再打壓下去了 因為7奈米做出來很快的 可能後續來講 2奈米3奈米都有機會再做得出來了 賓哥怎麼看中美的這場科技戰 我覺得華為當然MAT60 Pro 真的是掀起一場旋風 所以才會有廠商還去搶登記商標 我也看到很有趣 就是因為這幾天 不是陸陸續續有一些 包括湘龍 賴老師 他們不是都收到 我居然看到有媒體在酸說 你們要用這個東西要小心 到時候會得不償失的幹嘛 你們是搞錯一件事嗎 那個是他免費的 人家直接送他 他有什麼好得不償失的 我覺得要酸也比較酸到這種地步 這個聽起來很奇怪 重點是在於說 其實他其實是用一個相對低階 因為iPhone15的晶片是3奈米 他其實是比較高階的晶片 但是問題是 現在至少到目前為止 華為MAT60 Pro的用家的反應 好像都是還不錯 效能都還不錯 甚至有人去測試 他可以達到5.5G的網速 所以這是什麼狀況 表示其實 是不是我們有一個迷思 也就是 其實手機真的需要 那麼先進的晶片嗎 真的需要 當然3奈米一定有它的價值所在 它可能 可能就是能夠 跑更高階的這些城市 或什麼其他東西 但對一般的用途來講 它其實 7奈米的可能就已經很夠用 甚至華為 它還要擁有iPhone15沒有的功能 也就是它的衛星通訊功能 所以這個對很多人來講 當然很炫 那可是 當然到最後還是要看 第一個它的產量會不會很穩定 也就是現在全世界都在看 也就是華為 如果它能夠真的很穩定的量產 達到幾千萬支這種數量的話 那就表示 它的良率一定遠遠高於外界的想像 因為外界有人說什麼良率只有15% 有人說50% 我必須講 如果良率只停在50%的階段 它要這麼穩定的製造出這麼大量的手機 幾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那個成本會高到很嚇人 所以我覺得 如果華為能夠穩定出貨 就代表它在這一方面真的成熟 美國必須要去仔細思考的是 其實艾斯莫爾為什麼之前一直反對 對中國大陸禁運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它明明知道中國大陸兩三年之後 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所以它希望你讓它 最後多賺兩三年的錢 結果美國人都不願意 你現在進了之後 你現在等於是逼著中國大陸再加速 去發展這個東西 那有一天如果中國大陸 真的自己都發展出來 你要知道過去 中國大陸不是沒有光刻機這些東西 它有 但是它本土的比較差 效能比較差 也比較貴 然後比較不實用 可是現在你等於逼著中國大陸 不計代價去發展這個東西 那等到它真的發展出來的時候 它就完全不需要對你有任何依賴 那請問一下到時候 美國還要用什麼東西去牽制它 美國過去的戰略是 希望大家跟中國大陸經濟結合更深之後 變成大家彼此之間有故鄉 各取所需比較不容易起衝突 那現在當你逼著中國大陸 成為一個完完全全一條龍的 個體戶的時候 那它到最後 是中國大陸可以給你脫鉤 可是你美國要怎麼再去對付它 所以這個有時候 危機可能就是轉機了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